冰雹狂砸 泳池溅出水花 车窗屋顶都被砸破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 降下比鸡蛋还大的冰雹 直径高达10公分 创下20年来最大冰雹记录 暴风雨和冰雹来得太突然 有人甚至直接钻进车底避难 大量建筑和公共设施损坏 累计造成50人轻重伤 更有一名一岁女同丧命 除了冰雹 极端干旱同时肆虐西班牙东部 这也意外让一座11世纪的教堂遗址 重建天日 1960年代 教堂因修建水坝没入水中 从此成为当地人判断干旱的重要指标 如今千年古迹浮出水面 游客甚至能乘坐独木舟 划过教堂的拱门 另外高温也让西班牙中部爆出野火 当局目前还在试图控制火势 大海新闻 洛泽靖编译